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移送司法处理 与此同时他们的小弟令完成目前滞留美国 成为中国政府猎狐行动的目标 那么令完成据信手中握有中共机密 纽约时报称他可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具破坏力的叛逃者 那么中国当局在这个时间点将令政策双开释放了什么信息 他的小弟令完成可能掌握的机密 能否改变他的命运 中国当局对令家采取的行动是否表明习近平的反腐 仍然保持着高压的态势 那么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 仍然是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宋永毅 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 以及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 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 您可以拨打400120051 发表您的看法或是提出问题 好 中国当局在7月20号宣布将令计划双开 移送司法处理 然后接着于在8月21号宣布将他的哥哥令政策双开 也是移送司法处理 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这么密集的 对他们做出这个初步的一个处置 跟习近平9月访美有没有关系 我想恐怕是有些关系 但是我想最主要的要想谈的是 这两个事件离得这么近 而且也涉及到包括谈到了 包括在美国的令完成等等 说明这个事件是一个高度的 虽然是政治性事件 是高度的具有家族性质的 就是家族之间完全牵涉进来了的 家族每一个人都承担了某个角色的 这样一个事件 这个在中国的政坛上还不是太多见的 就是说所有的家族成员 特别是另家的就那几个家族成员 都牵涉进来了 而且都是和这个政治事件 有密切相关性的这样一个事件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明恐怕他也是在向下一步 包括习近平访美 包括等等做出某种姿态 也包括对令完成 在美国的令完成 做出某种放出某种信号 说明即使是说各种传言说 令完成手上有大量的手机密 我们不怕 我还是要把你的哥哥给抓起来 或者说给处理 实际上令 大家都知道 这个事件中间核心人物是令计划 是他在中国政治格局中间 在前一个阶段和后一个目前的阶段 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所谓的弄令计划 主要就是弄令计划 但是他因为令计划和他们家人的关系 非常密切 所以要牵涉到这些事情 而像这个令政策 无关紧要 他一个职务 实际上在中国的政治格局中 或者他做的事情 在中国的政治格局中 都没有什么重要性 但是他因为和令计划的关系 包括现在令完成 因为和令计划的关系 可能守中国伟大量机密 所以整个的就和以令计划为中心 产生了重大的一个政治事件 而这个政治事件 具有某种家族性质 所以这个一方面是为下一个阶段 习近平访美做某种铺垫 另外一个方面也是警告令完成 说明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们照样的可以抓你的哥哥 等等 我觉得这个信号可能有这两方面的含义吧 好 胡平先生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7月20号这个时间点 令计划被双开 然后纽约时报8月3号报道了 这个令完成在美国 可能寻求政治庇护 那接着是8月21号 那个令政策被宣布双开 然后其中对他这个公布里面 特别提到就是说 涉嫌妨碍组织审查这么一条 您认为这个中共当局 通过这一系列的举动 是在释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息 我想他这个现在又公布 这个把令政策移交司法 他显然属于两个背景 一个背景呢 就是他试图把这个命完成带回中国 这个没有成功 另一个呢 就是英文主流媒体 就是披露了令完成 滞留美国这个事情 尽管中文媒体 海外的中文媒体早就讲到这个事情 但是他通过英文的主流媒体 披露之后呢 在大陆方面 国内的媒体也加以报道 等于就像全国人民都告诉了 这么一件事情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这个双方就是并完成这一方 和中共当局的这种 这个一种互动作用就变得非常明显 所以在基于这种情况 当局又得这个令政策加急处理 那他主要想传递这个信号 就是我并不买你的账 并不受你的这个威胁 但是问题是 就是不管是这个令政策 乃至于他的这个令计划 最后会怎么处理 到现在还是不清楚 也可能是高高低起 有轻轻放下 也可能呢 是会处理的更重一些 那么这个就取决于下面这一步 也就是我大家都所关心的 另完成手里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个我觉得是个 显然另完成手里 应该肯定是有这么一些机密材料的 但是这种机密材料 就是我们可以分成两种 有一种机密材料 它对党国是有威胁的 单单是你拿出来本身 就已经造成了危害 那么对于这种材料来说呢 反而正因为它有这种性质 反而不构成和中共 可以讨价还价的东西了 能够和中共讨价还价的材料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说它能够使现在的中共当地的主要领导人 让他们难堪 让他们丢脸 而它就会告诉大家 就告诉对方 我爸才能曝光了 你们就会很难堪 如果你对我们家里人手下留心 我就可以不曝光 所以它正是有这么的性质 就是说我可以曝光可以不曝光 那么因此就来你那方呢 就是说是从重处理还是从轻处理 这样成构成一种讨价还价的这么一个杠杆 那现在呢 恰恰我们是对这方面 到底有没有 有多少 还不清楚 这个恐怕当局当然恐怕心里会清楚一些 那么这个下一步 它会就直接影响到下一步 对这个令计划和令政策的处理 好 孙伟毅先生 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那么我想从一个另外的一个角度 简单的谈一谈 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了 就是这个文革中间 那当然这个一个大内总管 像王东兴这样的角色 他为什么能够散终呢 那很简单 因为他和中央还是保持立志 他后来还是所有的 对这个新的当政者不利的话 他都不说的 那么令计划的情况又有所不同 另外我还讲 就是说中共党内斗争中间 大内总管啊 常常没有好下场 那么最开始 你像这个文革开始杨尚昆 后来汪东兴下场也不算好 现在这个令计划 那么现在搞他的家属呢 我觉得这个完全也是一种新的株连政策 那你说像令政策这样 在一个省做一个什么政协 副主席根本不算什么高级干部了 那搞他完全是因为他的兄弟的关系 那么我讲这个林完成的情况呢 就是刚才我非常同意胡平先生的风险 就是说他掌握的恐怕是习近平啊 以及中共的另外一些当政者 他们屁股也不干净的证据 这个对他们来说才是致命的 你说他们掌握什么 中国二十多少人了 中国或者说是有多少这个突发事件了 这个对他们来说无所谓 因为这个中国的形象也好 政府政党和他们个人的丑门啊 这些中共领导人啊还是分得很清楚 所以我想就用这样的角度简单讲几句 好的 好 那个程雷博士刚才为那个宋一先生提到 就是说汪东兴之所以善终 是因为他很配合就是跟中共的这个意志 按照他们的意志来办事 那如果令完成就是跟中共合作的话 那你觉得令计划会有一个善终吗 我想会减轻他对他的处罚 有可能就是说这中间 我相信现在正是他们都在互动 或者某种意义上甚至可能都有接触 在谈判的过程中间 我相信 就是说最后达到个什么结果 就是说令完成他要求的那个结果 例如对令计划的处罚要怎么样怎么样 不能到怎么样怎么样 我估计这个现在正处于讨价还价的过程中间 如果他这方面他说放松一点 就是说有些东西他比较听话 比较乖或者说比较的配合 那么或许另外令计划的处分 就会比较轻一些 这个是可能性存在的 但我们不知道这个究竟那个材料 就具有多大的爆炸性 对他们这个每个人的私人形象有多大的损害 但是显然现在是在讨价还价的阶段 好 胡平先生 我们知道习近平即将对这个美国进行国事的访问 我们也看到报道说 美国方面是不愿意将这个令完成前返回中国的 那么在这个令完成这个案件 会否给习近平的这个访美蒙上阴影呢 我想他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个问题 而这个问题呢 他们在最好在这个关系门的会谈中间 恐怕也会涉及 而双方呢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达成任何的共识 那包括习近平方面也很难了解到 就是令完成在美国 他是不是把这些机密的材料交给了美国政府 因为如果交了的话 令完成本人他当然也不会承认 美国政府方面他也不会承认 重要的是呢 就是说他在这个下面这个 这次访问 本来就是已经在他没法是把令完成带回中国的这个背景之下 而且从现在美国政府的态度看起来 他另外习近平也很难指望通过这次会谈来达到这个目的 也就是把令完成带回中国 那么这个问题就依然僵持在那里 那么令完成下一步会怎么做 他手里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材料 我想就像刚才陈贵德说的 那中共当局肯定许诺 如果你回去就会重新处理 那当然令完成呢 他如果手里真正 如果真的有一些 让中共现在领导人难堪的材料的话 那么他就会认为 我留在海外随时保留这个曝光的这么一种这个这种可能性 反而会对你造成某种牵制 从而使得你不得不对 他的家人 他的兄弟啊 这个重新发落 所以如果是这么一种情况呢 因为现在关键问题就是我们不清楚 他这个手里头是不是具有这么一些材料 而这些材料这个 他的那个所谓爆炸性到什么程度 这个是个整个实验的一个 当然我们看到有些报道 说令完成好像是曾经接到过 在美国不久前吧 曾经和别人通过电话 他一再表白他们手里根本没有什么材料 这个说话当然我们也很难核实了 退一步想呢 如果他手里有材料呢 他恐怕他对外来也会这么说 所以我现在呢 整个事件的一个核心问题 就是令完成出逃 究竟到底是仅仅为了保全自身 脸兽株连呢 还是手里确实带了一些重要的机密 而这些机密中间呢 确实有一些可能会对中共现任领导人 构成某种这个伤害的这么些东西 这个是这个决定整个事情的这个 最后的结果 好 是我也看到刚才胡平先生提到这个消息 就是说令完成通过他在这个美国的一个生意合伙人和朋友 来发话 说我手里哪里掌握了什么机密 我只希望能够安安稳稳地能够过日子就可以 对 但纽约时报 有一句话 他说是这可能是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 这句破坏力的一个判讨者 因为纽约时报 我想我们大家还是比较信任 毕竟还是没有有一定公信力的媒体 他说这句话 这他还是要负责任的 就是说还是应该说这个句话背后还是有点东西的 至于什么东西 有多大成分量的东西我们不知道 但是显然另一句话 令完成手上是有某种东西 我想从这句话来说的话 恐怕是不能完全否认这一点 报道也原因一些分析人士的话 说就是说他手上是拥有大量的机密 我们看之前有报道就是说 令计划就是非法窃取了2700份的机密 那我还想谈一个这个一个时间点的问题 就是我注意到令计划是在2014年12月正式受到调查的 那么在这之前前半年 他的哥哥就是令政策被查 那么呢 令计划我们刚才提到是今年7月被双开 那他的哥哥8月21号被双开 这个实际上的先后有什么说法吗 实际上令计划这个案子应该是更复杂的 但为什么 我想令完成出逃到美国 很显然是已经有了风声 就是令计划已经受到某种控制 或者是令计划要被审查 这样一些风声已经传到他耳朵 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想在他出逃的时间的话 到美国的时间 而且他据说据报道 我是据报道说 他已经被人问过一些话 问过一些问题 所以他后来 我看法就是令 因为他是个商人身份 对 令政策被抓之后 有报道就是说 令完成实际上也是被中共当局 问过话的 那之后他逃出来了 化名逃出来了 对 那个胡平先生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 为什么对令政策的这个调查 从调查到最后做出双开 移交司法处的这个过程 就是比令计划的这个时间要长呢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就有什么说法呢 这其中 我想这主要是从习近平的角度 就是考虑把这个令计划 他因为他要打击的真正正向就是令计划 那他这个是不是打不到令政策 投上来 打到什么程度 这个是就是可以灵活掌握的 那么起初呢 他就是 因为这件事情你一旦做了 下了手了 你就收不回来了 所以在有一段时间之内呢 虽然触及到令政策 但是还没有准备做出这个决断 就是要把这个事情 一直要搞到令政策 投上来 那么所以就是 这就造成了 虽然对令政策 开始调查时间 就很早就开始进行了 但是最后处理呢 拖到时间到很晚 一直到现在才进行处理 而这个呢 就像刚才我谈到的 他又和 试图把令完成 带回中国 没有得逞 而且呢 令完成在美国滞留的消息 又通过英文媒体 加以披露 使得这个国人 这个人所共知 又跟这个背景 有一定的关系 他觉得在这个时候 如果不对令政策 这个加以一些处理 那么就好像就给人 一种感觉就是 他已经就是受到了 令完成方面的 某种这个牵制 所以他这个 他不愿意 这种姿态 他也通过 所以这件事本来对 令完成 如果手里确实掌握一些 令当今领导人 难堪的一些资料的话 其实这个双方都很为难 令完成也很知道 这种资料 第一 你再强大 你不可能说 你扔出来 就把对方炸死 如果有那么好 那早扔出来了 对不对 习近平都炸死完了 你家人也都解放出来了 他这个材料 肯定不会有那么厉害 对不对 不是说那材料 问题不严重 问题可以很严重 就像贪护的问题 但是问题 像英文的媒体 中文媒体海外的 早就披露了 包括习近平 本身在内的家族 贪护问题 但是他在那边 你奈我何 你爱说不说 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 也就是中共 其实很多人 也都知道 最高领导人 并不是那么干净 但是你接触这个丑闻 可以让他很难堪 但是并不足以造成 致命的效果 那么 另外他可能知道这一点 他这个材料 他如果不公布 因为他你一旦公布 既然有可能指对方于死地 只可能提起对方 对你在国内的亲属的 这个辩论加厉的迫害 所以你不扔出来 那就没有任何作用 你不曝光 但是你曝光了 你又冒这么大的风险 所以他可能对 如果有这种材料的话 他曝不曝光 什么时候曝光 他也觉得相当难办 而当军那方面 他也知道这一点 因为你人质 毕竟在我手里 所以他就依然 就当作你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威胁他 依然加以处理 但是这里显然 还有个背景 就是最后 你究竟要处得什么程度 是不是处理得太重了 会逼得令安城手里 把他手里的那些 让你难堪的时候 就抛出来 所以这个我觉得 他下一步 仍然还在进行之中 好的 郑微博士 在您看来 令计划这个案子 除了他这个家族特色之外 他跟最近处理的 周永康案 还有徐才厚 这个郭伯雄的案子 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说 大家知道前三位 周永康也好 徐伯雄 郭伯雄也好 徐才厚也好 都和江先生 如果是按照中国的 所谓的政治派别划分的话 都和江泽民先生 是有相当深厚的关联 他们是何以划分成 所谓的那一派的 而令计划 当时大家明明确认 他是胡锦涛的高等秘书 他是胡锦涛的大类总管 他和胡锦涛先生的关联 而大家都知道 江和胡之间 在政治上是有利益冲突的 是有利益竞争的 这两者 所以最大的不同在这里 但是主要是出了 那个车祸事件以后 他因为要有求于周永康 或者周永康有帮助于他 所以他们在政治上 结成了某种 这是一般的传说 我们现在还没得到 官方的证实 但是那个车祸 很显然是个关键性的事件 然后使他介入了 包括周永康 他们这个派别内部的 一些东西里面去 所以甚至被传言为 所谓的四人帮式的政变 阴谋这些 这有没有政变用 我们不知道 但是很显然 在这之后 他们加强了联系 这个加强了联系 对于习近平来说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所以说 这一点我觉得 是最主要的区别 其他的方面 我觉得都是一般的 政治上的分歧而已 好 时间关系 我想请教胡彬 今天就是20秒的时间 您认为就是说 这个从当局处理 那个令计划这一案子来看 就是是不是表明 习近平这个反腐态势 还是保持这种高压的状态 至少他从形式上 必须保持这种高压的状态 因为在这种 在习近平反腐问题上 他就有个赢得起 输不起的问题 他如果一旦明显表示出来 他的势子在削弱 他打不下去了 那么就很可能 对他整个这个 反腐运动造成一种 这个很大的反弹 所以他不管他 是不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不是很清楚 到底他还有多大的后势 能够继续打下去 但是呢 他必须要保持 做出这么一副 这个继续保持强势的 这么一个姿态 好的 由于时间关系 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 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普林斯顿中国学社 执行主席陈辉德先生 加州州立大学 罗兰基分校的宋伟毅先生 以及北京之春 名誉主编胡平先生 以上就是今天 VO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 我是丽雅 祝大家晚安 谢谢您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